中西区区議員許智峰保釋期間宣布流亡 民政事務局表示 有需要暫停發放許智峰今月3日或之後的區議員薪金和津貼等 局方聲明說 許智峰今月3日在社交平台宣布流亡和離港 在考慮區議會議員薪金等指引和有關因素之後 認為有需要暫停發放該日或之後的酬金、津貼和開支償還款項 確保有關安排符合相關指引 公帑得以妥善運用 聲明又說 區議員使用公帑的時候 亦都需要遵守公開、公平和問責原則 局方對許智峰不負責任的行為深表遺憾